欢迎收看最HOT 5000秒给你全方位新闻视角 我是高玉玲 在看看今天的最HOT话题之前 要先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最HOT来宾门 今天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是我们的选美冠军高曼容 哈喽 曼容好 哈喽 大家好 我们资深媒体人年长玉 玉玲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许盛玉 大家好 那看起来今天就是聊聊跟学妹有关的话题了 不过除此之外 今天还有哪一些焦点新闻呢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关键字 看起来今天这个娱乐新闻还是依旧的霸放 包括的陈燕熙跟陈晓 还有孙安佐 狗仔以及中国等等 但是今天的网友们大家最关注的焦点新闻是什么呢 先来看看我们的前五名 第一名其实政治话题 就是今天的复议案嘛 那么蓝白联手强压绿营 最后反对票是有62票 稍后会有讨论 好 那么第二名呢 我们则是来看看 同样是政治话题 这些复议案 那么民进党党团 柯建民就说承认是失败了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准备好要提示线啰 好 那么第三名呢 我们再次来看财经话题 这是台积电 什么时候可以扣关到1000块钱呢 不过今天是有稍微一点点反弹下跌 稍后要告诉你 那么第四名则是来看看生活话题 这是基隆市府要推电动机车给大家 很多人就漏夜排队 不过居然连你电动车都有黄牛 怎么会这么夸张呢 我们稍后也要一一来讨论 好 第五名我们则是来看看生活话题 今天是夏至 是有一些禁忌的 那么还有命理是说不要穿牛仔裤 为什么 不过今天可能比较容易中暑啦 我们以健康的角度来看 今天大家还是要注意多多的喝水 保持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首先呢 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话题人物 就是我们的选美冠军了 今天曼蓉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过去比赛辛苦的画面 开心到眼珠脸 肌肤不敢置信 深深一鞠躬 开心的眼泪不停在眼眶打转 来自台湾的选美嘉丽高曼蓉 一举在印度夺下选美冠军 开心戴上后冠背带 台上接受表扬 高曼蓉拿下生涯 第一个世界选美冠军 写下个人记录 还得到才艺小姐第一名 国服走秀环节 也直接穿上金智代表 台湾的传统不是大袖台布 后来姬智问答环节 也顺利过关斩将 高曼蓉2017年 荣获台湾小姐选美冠军 之后开始代表台湾 参加世界各地选美 只是两年前到马来西亚 参加亚洲环球选美的时候 遭到中国打压 在最后一刻准备上台前被拉住 当时被要求待在台下 一度让高曼蓉委屈落泪 这回好不容易才成功血迟 今年是我参加选美的第十一年 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 发现这十一年来 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 然后发现选美其实不单单只看外表 回忆一路上遭遇不少挫折 始终坚信自己做得到 这些年高曼蓉也跨界中信兄弟拉拉队 用乐观态度面对一切 一举摘下世界选美皇后头衔 她也骄傲大喊 台湾我做到了 看起来这过程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就欢迎麦蓉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哇真正的台湾之光 能够拿下选美冠军好难 那你跟我们聊一下这当中的心路历程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对你来说是最困难的 其实选美它要比的项目真的非常非常多 包括从你的仪态 谈吐口条才艺到国际观 甚至是其实我们平常的初缺席 你有没有迟到 你跟工作人的相处态度等等的都列入评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是 在我前一年的冠军 他就跑来问我我的才艺表演什么 然后后来我想说 这个伞是我们的美农之伞 等我回到家乡再寄给他 那等到我要回来的前一天 我就说那个学姐要不要寄伞给你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是骗你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只是想要试探你是好女孩还是坏女孩 就是其实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全部都是平分 所以对我而言最难的其实是 还是在可能压力很大想家的时候 因为我有94岁的妈妈 94岁的阿嬷跟我妈妈 她们最支持我 听起来好像每一天每一刻都不能松懈 对就是所有都列入评分 居然连闲聊也是评分的项目之一 哇好艰困喔 那有人因此就是本来可能本来被看好了 因为这个生活状态不佳 比如说每次爱吃到的被扣分 有没有这种 有很多 真的喔 包括可能他问你说 你觉得你凭什么可以得冠军呢 或是闲聊的时候 但有些人可能回答 因为我很美 或是你用很 没有很智慧 对 你没有智慧的去回答 其实都列入评分 那你觉得哪一个项目是最难的 机智问答 因为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文 要用全英文的去回答 然后包括我这次的题目 其实非常的困难 例如他问到 你会如何去消除 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或是如何你会去 怎么改变种族歧视啊 等等的问题 其实是非常的艰深的 而且也是非常国际化 对对对 就跟你们一样探讨很多议题 那你怎么样子去特训你的英文呢 有找老师特别加强吗 就是要 我觉得我们其实教育还蛮成功 是我们有很多的英文教育 但我欠缺的是要去口说的能力 所以你要去找人跟你对谈练习 然后包括看了很多国际情势的新闻啊 然后甚至是要做很多60秒的 机智问答的训练 你要在60秒内去作答跟回答 真的蛮难的耶 那你这次泰国之行 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我这次是去印度啦 印度最深刻的时候 很深刻其实是文化差异跟饮食 因为去到那边我们在那边生活了一两周的时间 其实真的是你要克服种种生活作息 蛮长的 完全都跟我们台湾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那有交到好朋友吗 很小心很怕情经常慰言 然后有交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我现在都会笑说我去到每一个国家 我都有一个朋友了 真的耶 不过我觉得观众都会很好奇 就是每次那个人气奖 对 这个人气奖选出来到底是怎么样选 是你们家里之间互选吗 很难喔 人气奖有两种 可能是我们对于所有 对于社群的软体上面 你的投票数或是按赞数跟分享数 但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友谊小姐奖 这个奖是所有的家里互相投票选出来的 像我在去年我去参加地球旅游小姐 就很荣幸第一次获得了最佳友谊小姐奖 哇 那一定很开心 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要踏上选美之路呢 一开始选美是在16岁的时候 我参加了我们南投埔里的 角白笋的公主选拔 美人腿 对 是为了因为我出生在单亲家庭 然后我又是长女 想要帮家里分担家绩 那时候的奖金对我来说就很多 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比赛 多少钱啊 我那时候获得第三名虽然才一万块 可是你对一个16岁的小女孩说很多了 然后就因缘计会可能得奖了 就展开了我的选美之路 那你觉得这选美一路以来 你看选到现在已经11年的时间了 你觉得哪一次的比赛 是让你印象最深刻觉得最苦的 最苦的 每次出国其实都很辛苦 都要重新适应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人出国 像我有一年扛了七十几公斤的行李 其中有21公斤的凤梨酥出国比赛 那时候有遗吗 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都 就是在自己一个人在国外 可能要生活一两周到甚至三周的时间 真的会有时候很想家 然后很想家人 包括我其实是北漂在台北生活 我是南投人 可是我很少回家 所以就很常会想到家人 想到我94岁的阿嬤 她在家里等我 会哭吗 会 会啊 会哭 那你第一时间这一次得到冠军等 我立刻打电话回家 有 立刻打电话给她 然后包含我 这次因为南投很多活动 我就快闪回家 然后跟阿嬤说我得名 阿嬤就很感动 然后恭喜一直抱着我不放 然后一直问说我什么时候还要回家 好可爱 感情很好 跟阿嬤感情很好 感觉选美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要准备好多 重点是那个美姿美宜 我每次一看选美都觉得 哇 这家里是人的身材吗 就是也太漂亮 怎么腿都这么长 是 然后那个走路的样子 走路走路 对啊 你就觉得哇 真的是一太万千 那你在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去特别做特训 有 我们比赛啊 其实都要穿15公分的高跟鞋 像我今天也是穿了15公分 对对 漫容尖的鞋子也非常的高 我刚才看到我想说 好强哦 就是基本要穿这么高 35公分的高跟鞋练习台步 然后每天也要贴在墙壁去训练 然后背后跟我们的膝盖中间 都会夹一张纸 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练微笑的训练 会需要放一个筷子在牙齿这边 练习那个微笑 像主播 你们的笑容都很棒 都是有 我也是有 我们也是有一号笑容啦 一号笑容 放在这里嘛 对不对 筷子放在这里 放在牙齿的那边咬着 好严格哦 牙齿 就是其实以前一开始训练会觉得很辛苦 但是后来就习惯了觉得也很感谢这些训练才有现在的仪态 的确是 你看又要学仪态 然后又要学习英文 还要学习才艺 那你当初怎么想到这个美农直散的这个部分 是有跟朋友讨论吗 还是说你自己突发起想觉得 这个可以代表国家这样 其实是才艺的话 是我从小就学习了舞蹈 那我的强项刚好就是民族舞蹈 那我有一次去高雄的美农去观光旅游就发现了这个美农直散好漂亮哦 然后像我比赛的那个直散是真的师傅手绘然后再喷起来的 所以那时候就选择用美农直散跟才带来作为我的才艺 很珍贵耶 那这有留下来的吗 有有有 这一定要留下来啊 因为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们刚刚在旁边听了都觉得哇哇哇就一直哇 有没有觉得 对啊 觉得好艰困哦 因为我们都觉得哇 选美对我们来说很遥不可及啦 就是很遥远 但是呢我们从以前到现在看了非常多演艺圈 很厉害的一些艺人 他们其实也都是选美冠军来着的 对不对 我们就要问一下那个盛美姐 当年的香港好多的知名艺人 全部都是港姐出身的 你现在叫得出名号的 对不对 没有 几乎都是港姐 在香港呢 其实很多很多的女艺人 她出身自香港小姐选美 包括我接下来要讲的张曼玉 各位其实包括钟楚红 包括李嘉欣 其实你在电影看来看去这些人 或电视剧看来看去这些人 他们都是当年参与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不论是第几名最后都进入了演艺圈 但是只有一个人 她获得了包括金马奖 香港金像奖 以及堪称柏林世界影展的影后 起码十座以上 这个人就是张曼玉 她是唯一一个选美出身 是艺人 然后拍戏有这么多的讲座 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非常珍贵 这是我们三立的网络 好不容易找到 你知道当年她只有十八岁 张曼玉呢 一般人我们都叫她Maggie Maggie呢早期 她说她从小是想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她想要做一个发型师 她就当发型师就已经很开心了 她是在十七岁 你知道故事的套路都一样 可是她是真实的 十七岁的时候 她在香港逛街的时候 被星探发掘 所以她一开始的工作 其实是做模特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她十八岁去参赛的时候 她身材的比例非常漂亮 铅笔腿 然后 对 等于是一个九头生的美少人 然后那一年的香港小姐 选美呢 张曼玉 她十八岁 获得了亚军 以及最上镜头小姐 各位 因为刚刚曼玉已经提到 她的笑容 对呀 我刚刚就有看到她的笑容 实在太可爱了 她的那个微笑线 你看这个 有没有 早期那个时候看到张曼玉 都觉得她的微笑线 真的太有魅力了 然后那一年 她获得亚军之后 她代表了香港到英国 去参加世界小姐选美 进入了前十五名 之后她顺利的进入了 香港的这个电视台 第一部 各位记得吗 她跟梁朝伟合拍了 辛扎师兄 早期我们看到张曼玉 都在电视剧比较多 之后 各位 成龙的警察故事 女主角就是张曼玉 我记得当时她拍了 对 拍了不少的电影 可是前半段都被认为 哎呀 你就是长得漂亮 这样就是花瓶 可是各位 后来她拍了望角卡门 拍了甜蜜蜜 以及后来的三个女人的故事 让她拿到了金马奖 金像奖 接着一系列 包括最近在电影台 还有花样年华的复刻板 每次转到一定都要看一下 你知道那个剧 没什么剧情 最好看就是张曼玉穿旗袍 对 那个卖点就是旗袍 走过来走过去 所以各位 她从参赛到后来的成为影后 一路顺风顺水 但是呢 行路非常坎坷 一开始跟一个发型设计师谈恋爱 你知道这设计师有多可恶 把她的情书公开给媒体 而且卖给媒体 所以有一段时间 其实她很受伤 她为什么拍甜蜜蜜 是成龙去推荐给陈可欣 就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她几乎躲起来 因为她觉得很丢脸 我写给人家情书 为什么被人家公开 然后这个女生谈恋爱 她之前帮香港的一个 所谓的富商 还帮她还了将近 一千多万港币的债 你谈个恋爱 还要帮对方还债 这是她的特色 各位知道 后来她有一段婚姻 是跟法国的一个导演 但最后阿萨雅斯 但最后其实也没有继续走下去 虽然这个导演非常欣赏张曼玉 而且还有一段恋情非常有名 就是她心灵契合的好朋友 是梁朝伟 光是张曼玉跟刘嘉玲 在争梁朝伟的伴侣这件事情 还传出刘嘉玲 特别去斩桃花 想要把梁朝伟的桃花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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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砰掉 总之这些都过去了 因为张曼玉有一段时间 在北京 也是跟一个奥地利的男朋友 建筑师 这个建筑师曾经来过台北 然后谈了这个恋爱 最后南方也劈腿而终 不过都没有关系 不论是情路多坎坷 从来打不到我们张曼玉 但有一件事情 把她彻底打败了 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是 这件事情也跟我有关 唱歌 对 梁姐 你不要太了解我 梁姐 你不亏是盛梅姐的好朋友 但是 但是我 我好歹只是鸭子少 但是她的声音是来自地狱 人不能太完美 对不对 唱一句 天 我跟妳讲粉丝跑掉了 我知道 漫容会不会唱歌 我下个月要出单曲 什么 什么 你还敢唱 天怒人怨 你看又会唱歌 长得又美 又会选美冠军 然后身材又好 不是人家张曼玉 为了你们都叫她是地狱来的声音 人家已经转型当歌手 她说14年要出EP了 好不容易在草莓音乐节 唱了一首甜蜜蜜 所有人都说 你真的不要再唱 真的很像一把来自地狱的声音 张曼玉说她回家哭了很久 哎呦 就是人各有所长啦 张曼玉演戏那真的是没话讲啦 对不对 那那个漫容知道张曼玉吧 我知道 那你选美录上 有没有就是你认为的一个标杆 就是偶像 你就是会把她当作就是 我就要朝她的目标前进 其实像刚刚说到的张曼玉 就是其中一个 对 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我的学姐啦 就是跟我比较同期近一点的前辈学姐 因为他们也都是 很努力在为这个圈子打拼 因为其实选美在台湾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盛行 对啊 这几年在台湾是真的是比较少啦 其实刚刚那个 赛美姐提到香港的那个选美的年代 哇 那个时候真的算是亚洲的选美高峰嘛 家喻户晓的 对 而且这些大明星真的都很红 那我们问问曼玉 就是你看你现在拿到了冠军 对不对 然后刚刚有说要发单曲 对 那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吗 接下来还是会回归到啦啦队的部分 继续在啦啦队努力 然后也会拍摄电影 像我接下来两个月会去拍电影跟出单曲 年底也会有一个微短剧的拍摄 更大规模的微短剧 对 然后可以让大家期待看到不同面向的曼容 那听起来很忙 又要啦啦队 又要唱歌还要演戏 那什么时候回到家乡 再帮我们推广一下 我们家乡 现在我也是我们家乡的观光大使 跟南投中生亲善大使 对 所以会回去推广很多观光活动 然后接下来也有我们南投的 美人腿公主选拔要重新开启了 然后今年的冠军奖金有30万 所以也欢迎 要再参加吗 不行了 我是这次活动的代言人 又是所有梦想的年轻女孩们 欢迎大家来参加 那那个妈妈跟阿嬷 现在是不是在家乡走路有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希望可以成为他们心中的骄傲 肯定的 我女儿是选美冠军高卖 听起来整个很威 而且还是独立中生的 那个南投 中生亲善大使 对啊 亲善大使 谁可以当中生的 也太厉害了吧 只能说非常的努力啦 那在选美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再回顾过去啊 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你觉得 好像还有一点点懊悔 觉得好像可以再努力 再多厉害一点 很多耶 真的喔 对 其实11年以来 我也有蛮多比赛是没有获奖的 然后可能也有比赛失利的时候 或是说可能表现不好 因为一点点的分数 然后隐恨就没有进入到前五名等等都有 然后就是这个挫折就让我化悲愤为力量 到累积到下一场的比赛曲 因为要调整心态是还蛮难的 因为如果一直都没有进到前几名 会不会就会有点想放弃 一开始有很想放弃的时候 包括我在比台湾小姐的时候 那时候要比半年 我的家人有跟我说过 要不要这场就是最后一次的比赛了 比完就收了 结果没想到那场比赛拿到冠军 收不了了 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去参加国外的比赛 连异 连异 那也聊一聊那一次就是没有办法上台的 那次经验嘛 在台下是真的心里很难受 其实这个我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 总之就是我没有办法上台 当下就很难过的落泪了 那当时那个是经纪人吗在旁边 没有 还是是工作人员在场的 那好像没有任何 是台湾的议员在 就只告诉你这个消息 所以你是临时被通知的 他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就是没有办法上台 就说你没办法上台 那还好你后来继续的努力下去 才能够成为冠军 对不对 因为说实在的确刚满容也提到了 就台湾的这个选美环境 好像跟以前的确是差蛮多的 对不对 我们就问一下年姐 哎呀 其实我们过去台湾的选美 也曾经如日中天过 而且不能够不提的 就是非常重要 当时被说台湾的选美皇帝 唐日荣唐先生 是 讲到唐日荣三个字 很多人就 讲到了金马桶 什么都是金的 家里一切 什么金手杖 然后什么车子 什么水杯 连这个杯子都要香精这样子 出来的时候 全身上下 金领带 什么什么 听说还会带金砖块 出来上节目等等 就非常的招摇 非常的炫富 好 那再讲说 他那个年代 就是民国 76年到84年 就是我们常常讲 就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 就在那个之前 台湾的选美中断过23年 所以就是唐日荣 他当然就是 他有自己说的一番 就是他的传奇的来历 他说原来他家里也是穷 什么 然后他有什么 送货什么 后来因缘际会 他认识了中东的海山 海山你知道 伊拉克总统 对 他不知道怎么样 他可能卖一些军用的东西之类的 有很多的传说 传法说他卖什么 结果他不知道怎么样 他自己说 他跟海山就认识了 认识之后 就做起军火的声音 那军火那时候 利润就非常非常高 他说他就这样致富了 致富之后 我认为应该要回馈 我们整个台湾 他就觉得说 那我呢 就是讲他自己 我有非常独到的神美眼光 任何女生从我面前经过 我只要看两眼 我就知道他能不能成才 他能不能从乌鸦变凤凰 我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要把选美恢复 他因为手上有点钱 他就开始招兵买马 真的让他做起来 我刚讲那时候 是台湾经济要起飞 所以整个风气也觉得说 应该啊 大家就应该看赏心悦目的东西 所以他一口气 有中国小姐 加勒小姐 国际小姐 还有环球小姐 都是在那个时间 整个这样百花齐放 那当然唐日荣是最厉害 他做的 其实后来有很多的选美冠军的 就是说都走入演艺圈上 温翠萍 虎伟翠他们等等的 那我们再讲说唐日荣 就是说他成也这些黄金 拜呢可能也是因为他的炫富 因为他太过招摇 太过炫富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 那选美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么样的纸醉金迷吗 因为他每次一出来 比如说他要上节目 他要带那些小姐出来的时候 他就是本身就是一个 像一个金 金碧辉煌的人打造这样 然后他要开那个凯迪拉克 是家常行喊 大概八九公尺这样子 而且说全世界只有两台那个车子 甚至于他那个里面 要招待很多的贵宾 他的车子里面 包括这个杯子 包括什么水壶什么 通通都是金的 然后他们家里 包括刚刚讲 马桶是金的嘛 水通通也是金的 通通都是金的 还有他到哪里啊 就是说常常公布那种照片 就是他在这边 像一孙佛一样站着的时候 旁边那个 很多的选美小姐站着 都要穿了比基尼装 站在他旁边 一整排这样 你会觉得说 那你真的 其实你用正常眼光来看 其实是蛮物化女性的 因为其实选美也是一个 赏心悦目的事情嘛 其实可以很 你看像现在曼蓉 他们就是可以这样 而且要美貌跟智慧都要有 对 可是他当时就是说 他一直在讲就是说 我可以点时成金 让乌鸦可以变凤凰 其实这已经有点在 对女性有点在贬义 可是他就开始 他这种非常的浮夸 炫耀一种日子 那这样一路一直下来 其实很多的负面的新闻 包括说他的财务不清 还有他跟这些选美小姐 有很多的绯闻传出来 他当然就说 没有啊 就是有人在黑化我 有人要把我弄下来 但是随着他这个选美 因为他一共大概有六年期间 是他非常风光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他 就是说每一次出来 因为太过招摇 金碧辉煌到什么程度 他呢有一个经典画面 就是说他带了一群小姐 然后他呢坐在那边 他脚呢就踩在一个尸头上面 有的我们有一个照片 就是这个 他就招摇到 他要踩在那个尸头上 踩在虎头上面 你看他的椅子也是金色 然后他旁边的小姐 前面还有一个是带着头的 等于是整只去做标本的老虎 然后他说 我们家呢不止这些 我们还有豹的标本 所有的猛奇物 我家都有 他就无法收拾 一直讲一讲 那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选美在什么高调 我不管你 反正你选美的招数 可是你这个是涉及到 保育动物啊 国家形象啊 你这样漫无天际的 这样炫耀之后 你知道吗 出事了 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就看到之后 把他报道出来 美国登上国家地理杂志的版面 他们说台湾有人 这样的 就是说对这保育类的动物 做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非常的 就是说有损社会形象 其实对选美来说 也是一个伤害啦 所以呢 台湾的选美没有办法 慢慢的可能 后来就有点的走下坡 太多负面 其实是还蛮遗憾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难得 请到漫容来到现场 那如果用一句话 两句话来形容你 这一次选美的这个 整个旅程是一年来 你会不会给一些 也想要参与选美的这些 后辈们一点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刚刚有很多 你们提到的事情 我觉得很幸运在台湾 现在的选美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很好 有一个机会跟舞台 那像我自己就从一个 来自平凡乡村的女孩 然后到如今成为世界冠军 所以如果你有梦想 你也想要为你的家乡产业 去代言 或甚至是为我们台湾的 观光做推广等等的 欢迎大家可以加入 选美的行列 真的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要具备国际观 智慧 才艺 谈吐跟仪态等等的 好 那我们谢谢曼容 今天特别来到我们的 最后五千秒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要欢迎新的来宾加入 我们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玉玲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资深媒体人 吴坤玉 鲲哥 大家好 以及三立的政治新闻记者 马玉文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时事评论员 张明佑 玉文大家好 那看起来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聊 这个在立法院的这个复议案 那么今天蓝白联手 我是强压了绿营 所以反对票 六十二票 看起来蓝跟白 都是没有跑票的 那赞成票五十一票 所以复议案呢 是都没有过关 那当然大家就关注 后续的发展嘛 那柯建民就说 他已经认了啦 就复议案是失败了 所以接下来 恐怕就是要提示线 不过呢 在提示线的这个中间时间 那就会有一些空窗期嘛 那这空窗期的时间 还会有什么样子的动作吗 好 我们来先问一下 你遇见这个复议案 今天的表决结果 看起来绿营方面是输了嘛 不过今天为了要防跑票 可以说各党派各阵营 其实他们也都是周试进出 一个都不能少 确实啦 其实这个复议案的结果 我想大家都不意外 因为这个你也不可能说 在上个上个礼拜 前几天打个劳会劳敌 结果在这个礼拜 就突然就跑票了 所以你说我认为就是说 今天的这个投票结果 其实不出意外 一票都不能跑嘛 好 那回过头来 那事实上 在昨天确实还是有一个小状况 因为我们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就突然接到国民党说 要积极的假动 要超级假动 那你这个假动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把所有的这个蓝军的立委 全部都抠到议场来 一路睡 然后睡到隔天 然后睡到隔天投票 那当然啦 就是国民党表面上是讲说 我们这样子的行为 把它抠在一起 最主要是要防这个绿营突袭 让他们看到有红森汉 突然带个睡袋 跑到主席台去 是不是想说 你这个民进党 是不是要突袭 给我占领主席台 那后来这个 后来红森汉说 没有啦 我这个睡袋 只是我要来做一个靠背 腰不舒服 靠一下啦 对 小调皮 所以搞到这个国民党 突然很紧张 那后来就赶快临时夹洞 后来发现说 其实好像也没有 什么样的动作 就虚晃一招啦 所以后来他们就取消了 在四点半的时候 就取消这个夹洞 那事实上 你要睡异常也很麻烦 因为你到底 也要考验到韩国瑜 要不要为这些篮尾 要来开冷气啊 因为以前 不管是蓝的绿的睡 都会考虑到说 这个要不要浪费 纳税人帮这个 开冷气这件事情 好那当然 后来解决夹洞之外呢 那但是国民党还是怕 还是怕 他们就从头怕到 还是怕说民进党 会不会死出什么奥薄 所以就傅昆吉 自己率领的红梦凯 这些人就开始去睡异常 然后睡异常 一路睡睡睡 到今天早上 不过确实啦 今天还是如外界预期的 就是按照这个投票过程 都蛮平和的 而且是全程量票 全程量票 是怕先前的那个 陈昭之的事件在演 是不是 怕不知道怎么了 不小心按住 那当然啦 就是说一定要预防 就是有任何的状况 包括有人 是不是有人睡过头啦 所以才要把大家绑在一起嘛 或者是说 你是不是什么印尼啊 不小心滑到啊 这样子 这些都是要量票啦 这个如果说 坦白讲 我们以政治记者来观察啦 就是说如果今天量 如果今天这个有人跑票的话 这个恐怕不是党纪主份 这个可能是要开除党籍啦 有可能喔 知识体大 不过今天看起来 党那个场内 虽然是还算蛮平静的啦 就是秩序还算不错 不过今天场外倒是蛮热闹 因为现在不只有青鸟嘛 还有蓝鹰 对不对 对 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蓝兵 对 对了是蓝鹰 蓝鹰 蓝鹰 那其实今天明玉姐跟坤哥都有去现场 对 对 阿坤哥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复一案 那就已经不行了吗 否决了吗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复一案这件事情 其实刚才明玉讲的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 因为在很久以前 大家都算算票数就知道说 对啊 那个大概就是这样子过的 对 因为这是蓝白蹄的案 然后打到行政院以后 去被行政院丢回来复议 好 那么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跑票 有人说 那个我们就随便了 我们这个出国了或干嘛 那个不就是把自己的立场 自己打脸打到死吗 对 那所以不可能一定要动员 然后全票通过 那么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他这回的情况呢 他跟上一次的清了 有一点差别 上次清了其实还有问号 就是说 而且场内都在审 从头审到尾 在那边吵 然后外面的人 可以给里面的人撞声势 所以大家会喊啊 你看里面在干嘛 黄国赵伟俊子 那个他会给里面的人压力 可是现在里面的人没有压力 里面的人也没有在讨论 因为大概知道结果 对大概就知道 然后反正就是投票 结果那个蓝莹的想法是说 我输人不输政 所以我要动员人 所以一早就看到一堆游览车 过来 然后过来以后 他就一堆然后坐在那边 结果今天是夏至 对 太阳太大了 好 我跟你讲 那个连那个塑胶椅都是烫的 今天白天真的好热 对 那个塑胶椅摆在那边摆一摆 坐下去都是热热的 有那个粉蒸排骨的感觉 然后我们那个 那个最蓝莹那个也没有办法坐多久 实际上面大概就是坐两三个钟头吧 好 那估计大概三个多钟头 然后就结束了 大概十一点多听说 已经开始在测移 差不多散了 对 差不多结束了 那绿营这边呢 就是进南路这边呢 他就很 他其实还蛮热闹的 其实他的人数并没有比 那个五二 五二八嘛 对不对 对 比五二八少 但是跟五二一的白天是差不多的 那大概就是大半场都 其实是满的 那今天为什么 大家椅子看起来是空的 一样啊 太阳太大了 今天真的太热了 夏天真的好热喔 有那个老伯伯其实很感人 他撑了伞 他就要坐在中间 让大家看到 不能让中间椅子 但是只有他一个 其他人全部都把椅子拉到旁边 拉到树印 拉到走道 还有把那个台大校委会馆的那个门口 只要有阶梯有遮阴的地方 要预防中暑 对 全部都塞满了 那这个状况 其实就是第一个现场的状况 大概是这样 那人的确没有那么多 但是原因就是刚才讲的说 跟上次不一样 上次还有一个问号 大家要施压 有抗争的目标 那这一次他大家就没有 比较没有抗争目标 那没有什么悬念 但是大家上面都在私下在讲的 然后聊了 通通都在讲罢免 没有人在讲里面 对 对 都在讲罢谁罢谁 他讲话的时候 一讲到 那什么 自己要飘软的吃 罢免罢免罢免 你们讲的我都会背 都在一起罢免罢免罢免 就是大家的情绪 还是属于比较高亢的状态 而且第二个状况是什么 蓝军的人到了 十一点多 其实就已经全部都测光了 而且据说还在跟 那个对面成功高中 因为他们那个场地是 隔马路就成功高中 跟成功高中的选中在 隔马路对骂 那成功高中 没有讨论没有民族 你们抖什么 然后测 他们到十一点钟都准时上车 全部都撤离 然后等到我走出来的时候 大概十二点半 你先走 所以他没有淋到雨 我有淋到雨 其实坤哥现在衣服是湿的 对 有慢慢变干 没关系你要冷气吹吹就干了 可是要小心感冒 我体温就可以烤干了 然后结果我走出来的时候 那个下暴雨 那个青岛东路已经全部清空了 然后我在那边吃牛肉面的时候 那越吃汤越多 因为身上都是水 然后结果外面已经在撤场了 路又拉起来 然后铁架什么东西全部都撤光了 但是绿营的这边到了下午三点多 他们现场的人贴文贴出来 或发文发出来 那那个人反而坐落 通通都坐进来了 穿着雨衣坐进来 然后知道 因为可能也 因为负业案没有过 对 大家不怕雨 有可能青鸟们 他们现在心里面的情绪 反倒是更加的高涨 跟这个蓝鹰比起来 他们是完全不同的 那是真的在抗争 我有一个目标 我还是要坚持在这个地方 好 那个 只有一个能够让我 那个 这个 只有一个要素 可以让我避开 欢歌就是媒体人 就是太阳 第一去现场 第一线去观察 他们现在的最新的状况 那我们也要问一下郁文 郁文一路来 就是政治线嘛 对不对 也是看这整个事件的发展 那到现在 今天的负业案没有过 其实也可以说是预期当中 那你自己第一线的观察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可能 会再把这个战线 拉到什么样子的地方 我觉得战线这件部分是一定拉长的 因为这一次处理负丽案的部分 是处理两个部分 一个是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一个是刑法的藐视国会罪 那今天开出来的这个反对票 是六十二票 政审票是五十一票 那目前在整个立法院里面 总共其次是一百一十三席 五十一票就代表说 民进党在这部分是票票入轨 没有任何人跑票 那六十二票部分 是因为国民党五十二席 加两席的五党 本来就会支持国民党 另外有八十一部分就是所谓的民众党的部分 那今天感觉投票结果 其实实际上跟我们预估的没有差太多 就是蓝白团进团出 不过我在投票的前两三天 有掌握到一个独家的讯息 其实蓝白有松动的迹象 谁我就不方便说 就是有在摇摆的情况 但所谓有出现摇摆的情况 跟今天投票有没有把票投出来 就是有没有倒戈这件事情 实际上确实我们今天看到了 蓝白是团进团出 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那我私底下来在前两天 就跟国民党的人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听说有松动的情况 你们现在国民党够松够的怎么样 这样子 他意思说我们可能是不会有任何人 可能会倒戈还是什么的 他说但民众党我就不知道 但应该八席还算我们的吧 然后他就说 因为现在目前在国会 国民党是五十二席 那如果说今天加两席的五党上去 是五十四席 其实一百一十三席 只要过负一涵 就是大概再多争取个三到四票 其实就过了 所以民众党 那怎么私下又开玩笑说 那民众党如果要私下 附水组织的标签很简单 我就八票 四票投给国民党 四票给民进党 我就可以私下这标签了嘛 对 就是这样 有大概这样的情况发生了 但实际上今天看起来 还是就是国民党是照自己的票投 那民众党也是 那昨天的立法院的 国民党党团大会上 就是在开会的过程中 就是有提到说 明天票要好好投 实际上就是靠党记在押军这件事情 对 那我就私下说 你们会不会真的记党记 他就说 也没有记党记 如果跑票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开除党记而已 而已而已 听起来蛮严重的 所以今天票票入轨是没有意外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今天因为政院这个复议案的事情呢 那么我们确定了在立法院投票 好 绿营方面是失败了 所以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是要朝去视线的这个方向去走 但问题是视线没有这么快 可能是中间也必须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可能会要到大半年呢 好很难说 我们来问一下明佑 那你自己在对于立法院今天的场内的观察 你觉得这个民进党团后面 是不是有什么ABCD计划 我觉得民进党应该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所以你今天看到柯建民被访问的时候 说其实大家就预估说本来在蓝百合之下 那一定会强力的过关 那这一次我要先跟各位大家提醒 有很多的观众问我说 明佑啊 为什么他们提那个案子 那不是这个复议案 赞成反对 我跟你说 他这一次叫做立院职权行使法 跟刑法藐视国会罪 两个赞成或反对 所以一般的民众可能搞不清楚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民进党是要投反对票 那蓝百是要投赞成票 所以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有的人搞不清楚 我今天早上也到现场去了 我大概观察了一下 那这个是我到现场去看到国民党的部分 其实我有点害怕 因为这个是在那个林森栏路那边 旁边就是刚才坤玉哥讲的成功高中 然后下午的时候成功高中 还在那边跟他呛响 你看这个是差不多十一点多的时候 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椅子已经往旁边 我看李彦秀在台上喊的失先利劫 然后结果旁边往旁边一直在移动 那这边刚好就是那个寄南路的交接口 很多阿嬷就从我旁边穿过去 就戴着国民党的旗子跟那个帽子 就这样走过去 然后就直接上游览车了 所以他们非常怕热 今天真的很热 今天很热 今天很热 那我知道八点多的时候 其实昨天我就收到通知 包括我们该选区的罗民财委员 也发通知说八点半就要去集合了 那所以大概也知道说 今天互相都会动员 但是我要说在寄南路这边 其实很多也不是所谓的民进党的 就很多都是比较偏绿好了 那意识形态比较清楚 比较民主阵线的 所以在现场呢 就有发类似的小文轩 给各位去索取 那也有人去赞助帖子 然后让大家去索取说 你可以来这里拿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今天我比较在意的是 立法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为什么会下去投票 这一点是违反了 我们在民主上面的常态 因为小时候的帮会都教我们说 主席都先不能投票 除非到票数非常悬殊 需要来做裁决的时候 之前王金敏投票 是为了这个地震榜 那接下来都没有任何一个立法院长 刻意在多数的时候去投票 這個是一个很违反常理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说今天 这个韩国瑜跟副院长 将启程都做了最不好的示范 但是民进党其实早有准备 为什么早有准备呢 因为人数 所以昨天你们在那边守夜 民进党也没有那么傻 说我一定要去守夜 所以民进党接下来动作很简单 就是从地方包围中央 就是说我要下乡继续去宣讲 让人民了解这样的法 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 那你的权利是怎么样被剥夺 所以下乡的动作 刚好也让人民去呼应 就像枯一哥刚才讲的 其实很多现场的人 已经不讨论法了 他们讨论什么 要罢免谁 第二阶段要去罢免谁 然后谁要不要站出来 变成现场很多的小党 在上面宣示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知道 立把院大事已定 那有人问我说 美女你看 郭敏党那边说没人 这边这里 青鸟这里也没有多少人 我跟你说 真的很弱的 我继续去厕所的时候 我来空洞 因为他都躲在棚子里面 所以棚子也没办法 用空拍机拍得到 那第二排是增加的椅子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 我要离开的时候 人数慢慢的在集结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下雨 除了下雨之外 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敢来 为什么 因为发现说立法院 你看这样强行过关 但是依照我过去的经验来看 我每次都会去参加 他是越晚会越多人 大家差不多下班 下课 下班下课 会越多人到现场去 所以我也是要保用 我认为现在通过这样的法 当然行政院有说 他们会执行 会提出来 可是要提示线之后 这个法又要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可能要经过半年到下半年度 因为还要大法官会议 然后大法官示线 对 这样的过程是非常漫长 但是这个法暂时还是要公告 因为民进党现在决策就是依照民主程序 那我程序走完了 我就提出示线 那这个东西 就会开始进入漫长的大法官会议 然后在最后大法官出来解释 那到底要不要来真正的执行 我觉得大家也比较松懈信心 因为这毕竟还要经过法庭上面的辩论 就是到底有没有违线 因为如果有核线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了 但如果真的是违线的话 那这就作废 那么问一下郁文 那你第一时间的观察 你觉得这次释线对瑞宁来说胜算高吗 我觉得还蛮高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释线结果应该会在今年的年底前 就会出来 但它不会是所有的条文都违线 是部分条文就是会有违线的情况 那今天副院的部分 遭到这个立法院否决 那现在照程序来说的话 现在这个立法院这边 会以书信回函的方式 到了政院去 那政院这边讨论开会之后 会到了总统府去 由总统公告后 三天之后 这个法条就正式来生效 但实际上是 根据我自己跟民进党 这边问了一下 其实最快提出这个事件时间点 会是在下周二以后 对 那大家非常担心说 会不会有这个所谓的空窗期 但实际上就是 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担心 因为民进党同时也会提出 暂停处分的部分 其实过去暂停处分 只有一次的例子 那最长时间就是延长半年的这个时间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认为这次四线的结果 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就出来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要延续这个热度 他的做法是 像今天林佑昌他就说了 他就说在七月十六号 也就是这个会期结束之前 他们会在各地持续的去宣讲 那我认为现在包括在场外 有非常多的青鸟 是随时都可以号召上街 不是说民进党号召 我觉得是大家民众自主号召上街 那这两股民意的力量集结在一起 我觉得在对于整个的后面 整个大旁的视线部分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 那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视线的部分 紧接的是在二月一号的那个部分 也就是下一个会期 如果视线结果出来之后 就变成那个会期 那这个会期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现在大家讨论度非常高的 也就是所谓大罢免时代 是不是真的要来了 包括所谓头号的 大家觉得说好像 这个仇恨值非常高的许巧新 王宏威 一直被提到的叶元支 叶元支 对等人的 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民调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是18号 就是台湾免疫基金会 做出来的民调 他支持复议案的人呢 是有51.9 那不支持33.5 那另外在靖新闻 我写在旁边 比较小一点 支持复议案的也有47.4 实际上我可以看到 有4到5成的这样的支持度 就代表说 其实在民意上 大家认为 国会扩权法案 之所以会在立法院通过 对于这部分是有存疑存在的 好 那我觉得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可以看到这一张 同样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民调 可以 好 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呢 是37.4 另外国民党的部分是17.8 民众党的部分是14.3 现在详细数据不用再讲 民进党部分呢 从这个开始在处理 国会扩权法案的时候 民进党的支持度是持续往上的 那崩的部分 崩是崩在国民党跟民众党的部分 如果照投票总人口数 中学会公告下去换算比例的话 国民党的部分 从今年的2月开始到现在 他崩了144.3万人 另外民众党部分更可观 是159.9万人 将近160万的人 这一次民众党的政党票才拿304万 你崩了将近快160 可是实际上就在短短的五个月内 那柯文哲不是压力三大的吗 柯文哲压力超大 可是对于民众党而言 我觉得比较棘手是国民党 因为民众党的部分都是不分区 不分区没有区域的压力 你罢免不了他 因为这都是政党票 但不代表你值不了他 这点会出现在2026县市长选举的部分 我觉得因为毕竟九回忆的选举 跟总统大选不一样 他的总统大选票员会集中 你支持者票会灌到总统候选人的身上 但是如果你是区域的选举的话 我觉得票就会分散 而且现在民众崩这么多 小草可能顾着回头 然后票可能原本是浅的支持民众党的 票就会回流到中间选民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张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都在那个 对 英文都是在场内 我在场内 这张图有三张 都是5月28号的画面 好 可以看到 其实当时在表决 也就是通过 通过国会扩权法案的那一天 韩国瑜的旁边呢 站的人通通都是不分区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嘛 因为反正不分区没有压力啊 当然就站在旁边呼喊韩院长 好 第二张我觉得是我观察到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事情 柯智恩在这里 要选高雄的柯智恩在这 好 然后呢下一张 离院长非常遥远 对 有点远 大概隔了一排左右 好 谢龙健 必须要选台南的人 却站在这个 他自己的位置旁边 这个是谁 这是谢依逢 对 那国民党现在的状况是 我觉得虽然支持度崩了 但深蓝的部分会 其实他们就觉得 你在对付对抗民进党 他觉得OK 但是浅蓝的呢 浅蓝的票就会游移到 中间选民的这个部分 对 那甚至有没有可能往绿的这边 再靠拢一点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罢免的情况 包括了像高雄的柯智恩 台南的谢龙介 还有云林的张家俊 张化的谢依逢 还有台中今天有去投票的 江启臣副院长 就是很多人都被点名 所以说这一次的国会改革法案 可能对每一党来说 恐怕都是一个持久战 因为可能都会影响到 各自的支持者的消长 欢迎回答节目线条 我们直接要来讨论 那么在行政院提的复议案失败之后呢 那么当然接下来 民进党会提的就是释宪嘛 但是呢 释宪这个事情 并不是我们就是讲的这么简单 你这个法庭上的畸变要时间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整个法案都违宪 或者是部分条文违宪 那有什么样子的差别 这整个释宪的流程是如何 请明玉姐的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大概几个点啊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行政院 他这个就是总统公告之后 他就可以提释宪嘛 那释宪的话 那这个就第一个 要先进由这个法庭的这个辩论 就像之前的那个废死的部分 4月20几号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进行这个激辩 那你看这个法 宪法法庭要先进行辩论的时候 就要看这个国众两党 蓝白两党派出来的代表会是谁 那我们一般的会认为 可能民众长还是会推黄国昌 因为毕竟这部法律是黄国昌 大部分都出自黄国昌之手 那国民党这边有趣了 他会不会推一个超越宪法的女人 翁晓琳出来 或者是吴宗宪出来 那到时候这个法庭辩论的时候 可能会不会黄国昌就说 你差什么罪啊 然后这个翁晓琳说 我比你更大 那到时候会不会他们把这个宪法法庭 会当做在立法院的这样子的表演 我要派你去现场看 那我就叫什么叫 好 那总而言之 就是现在看起来 看国民党派 国众两党派出来的阵容 会是谁 然后在这个建法法庭辩论上面 会不会有什么样激情的演出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当然大家也会看 民进党或者是行政院 你这边会派出来的人是谁 所以到时候这个法庭激变 这个会是第一关 那再来就是第二个 就外界会在观察是说 你在法官做要开始审理这个案子之前 因为我们这个法律到底要不要进行吗 那法院会不会先做成一个暂停处分 也就是说我在实施之前 我这个法庭先暂停 因为我有疑意嘛 所以我先暂停 那暂时如果外界会认为说 如果法官 宪法法官 他先做出暂停处分的时候 他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想法 是不是有自由心证 觉得这个是违宪 所以才要做暂停处分 所以可以看一下 这到底在这个审理之前 会不会先做成暂停处分 这个裁决 那可以看得出 法官的这个自由行政 会比较偏哪一边 这是大家观察的焦点 一个讯号灯 那最后要讲 当然就是说你现在走视线 这当然也会是 我认为是三个党对决的下一步 那当然今天大家最大的新闻 会摆在这个 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 怎么这样 那如果你要问我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 国民党有点后知后觉 你当时看青鸟行动 人家都已经动起来了 结果你一开始是先蓝鸟 觉得太难听 蓝鸟也很难听 然后最后才定成这个蓝音 那你要定蓝音也没关系 这个是昨天 这个他们做出来的 第一个这个logo 那我有去问 就说你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 你这么简单的 B-L-U-E 还拼错 对还拼错 变成这个Blue 变成Blue 那怎么会变这样 那还被人家讲说 这变成霸力尾 有没有 B就霸 霸你的霸 大家好有想象力 霸力尾 还被人家做文章 我有去问 其实他们就推给AI 他说这个是小编 这个I本来要做闪电 结果AI 他就交给AI 结果后来他们自己没注意 所以那个本来是Blue 你看这个 这个熊啾啾气 蓝音 蓝音行动 最后变成Blue 然后最后变成霸力尾 瞬间变得很掉轻 对啊 你在怎么样做的那个英勇 熊猛的这种影片 到最后都被人家变得歪楼歪掉 对啦有点歪楼 但是我必须要讲 从这个蓝音行动到轻炼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还没有结束 视线会一直延续 那当然民进党会希望说 你借由这个视线的过程当中 会一直延续嘛 也是到罢免最好是 最好是到明年一月多啦 一月多就开始进行罢免行动 对 所以我不觉得说今天复议就是一个结束 这个视线的话 还是一个这个政党对决的 另外一个战场的开始 但如果一直这样站下去 感觉上好像都没有办法 该过的法案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做讨论 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下坤哥 那个是不是接下来国民党方面 他们可能要拼一些其他的法案 是不是要寻求一点认同 就不要大家一直吵吵闹闹 不然这样炒下去要炒到二零二六吗 有啊 他们最近都放话 我要通过什么民生妨碍 要什么教育的 什么玩意 你一开始不都是这样子讲的吗 那你为什么不早早通过了是这些东西 而是通过一个滥权法案 引起那么大争议 把大家印象都打坏了 然后现在才说我要弄一点好 我来做好事 你把人家家都砸了 然后说我送你一个两个便当 可是就会其剩一个半月 对 怎么推 你怎么推 就算你推 你是不是要来强行表决 让他通过 那你敢吗 你又不敢了 你说回去了 那所以我就说 国民党现在是乱套的状态 就像刚才这个事情一样 网友解读还多了 比如巴黎维 巴黎维 巴黎维 然后你看 这推给AI 那实际上面就有B跟I 对不对 A就BI 有 怎么那么有想象力 还有说这一定是得罪小编的 或是得罪美 得罪设计了 所以他后面那个 那个是故意插一根中指进去 那点点点点的都有 好 所以 所以有很多的解读 这表示什么 那个印象分数已经砸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必须把它分成两个战场来看 那为什么要分两个战场呢 第一个是行政部门 或是立法机关 这些宪政机关的战场 这个都是什么 复议 是这样的战场 那么这个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好 来释宪 这也是另外一个战场 那谁去提释宪 其实不重要 只要有这个足够的单位 或者足够人数 合法的去提出释宪 大法官会议 接纳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会开始审理 好 可能要开线办法庭 那刚刚讲的 黃国昌上去 我有欠你 我发现你们都很会模仿 对啊 太经典了 不会模仿 我们现在都得要会 然后 结果 类 这个 这个是一个 宪法法庭的一个状况 可是在这个之前 刚才讲说 紧急处分 或是暂停处分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其实意思是什么 通常法官在做这种 暂停处分的处理的 概念的时候 他是在 在用一个说 你这个法案实施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立即侵害到 这个人民的权力义务 会不会有人 在你这六个月 我审理期间 你去实施这个法令的时候 你就已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了 对 如果会的话 他就先暂停 然后等我这个视线视网再说 好 那主要的考量其实是这个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视线的几率很大 你看我们前面一个月 在讨论的时候 常常引用的是什么 四字五八五 四字六三三 四字七二二九 这都是大法官之前 对于立法院要搞调查权 那个征调会 或是要做什么样的 扩权的措施的时候 大法官的视线文 这是他们的潜力 那法院是非常重视判例的 对 第二个 那这个五八五 五八五里面 大家不是只要看 视线文 还要看理由书 那里面写得非常详细 那关于调查权 你可能过度的话 我们跟其他国家宪法不一样 我们是五权宪法 我们的调查权有监察院在行使 对 你这样牵涉到宪政机关之间的汉格 好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你要你立法院到底可不可以裁罚 那理论上你是可以罚人家款 但是你要怎么提起 你怎么认定 你要罚人家款之前 你必须要把你的要件 跟成立要件或这个东西说清楚 大家这样讲可能很悬 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你今天要有一个行政机关要罚我交通罚款 你得有照片 你说我超数 你得有特殊的记录 证明我有犯这一条 你才能罚我 请问一下 你怎么去认定说它叫反咨询 所以就是被说这个细节 对 这个可就是所有法律成立的要件 就上次我们就来讲说 你成立要件不存在的时候 不明确的时候 那就变成你说我有罪就有罪 你想罚我款就罚我款 任何的法律是不不允许这样子 因为你可能要讨论出反咨询 那有什么样子的情况 是属于反咨询把它列出来 你比如说你要罵三字经 那个要算 你没有罵三字经 我就那就不算 比如说类似这样子 那还有第三个事情 第三个事情 藍军现在一定会把它抹 抹抹抹折 抹折法官会议 这个因为他们知道会输 所以他一定会抹抹 那都是绿营大法官 或什么东西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请大家去看 上司法院网站去看 大法官会议四线文729号 729号的理由书 里面写最多字的 写了 写到我都快跟论文一样 那个人叫苏永金 苏永金是谁 苏琪的弟弟 那他够懒了吧 那他写的最多 他他的各种理由 都是在告诉大家说 那立法机关 你左绕右绕 写了一堆 你不能够去侵害 像监察院 像行政机关 像司法部门 你不能取代他的职能 拜托你 基隆的这个电动机车 好现在呢 那个市府就是要送 那如果是我的话 也要赶快去领 可是呢 居然连排电动车 都有黄牛 然后就让市府被骂爆 就说那到底是怎样 而且还有很多的那个 传统的车行业者 也不高兴 说那你送电动机车 我们怎么办呢 好我们问一下民友 你有观察到这个状况 我觉得谢国良 他是不是进退两难 对对对 我觉得他难得 难得出来道歉 因为市府后来承认说 连配套都没有 就是所以让民众 因为有限额的问题 所以造成公所的大乱 但是我要讲 为什么谢国良忽然间 会变得这么谦卑 因为他以往 让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很强硬吗 面对异会也是非常强硬 因为他要面对罢免 因为现在已经走到二阶了 听说只差六千多票 如果六千多份 連署都牵出来的时候 他就很危险 所以你看他现在电动机车 这个过程大放鬆 之前还说 因为这个年轻人 我们要帮助他交通上的顺利 所以要补助电动机车 或者送狗狗肉 然后这些东西在议会 一直被打枪之后 他说预算不足 你看到今天为止 因为有罢免这个行动 因为东岸商场的问题 所以促成了罢免 谢国良不得不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现在谢国良他非常的紧张 为什么非常紧张呢 如果我没有道歉說 因为这个有限额的问题 那又有这所谓的黄牛票 聽說一千五块 一点点千五块 不错 但是也会付 一台电动机车 不用五六万 不用七八万 市府现在要给我的 本来是说哥哥路 现在改做其他两个牌子 也没有哥哥路是其他两个牌子 大家注意 所以就变成说谢国良在开这张支票的时候 是从他选举的时候就开 那时候我还记得非常大的一个看板 然后上面还说全面 来来补助年轻人哥哥了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结果一上选之后 跟议会吵了一轮之后说 因为预算不足 因为议会不通过 所以没有预算 要动用预备金 哇议会整个跳起来 然后最后才说 因为有什么样的条件 然后就有两个牌子出现 说只能补助这两款 然后大家又抗议 然后因为东岸商场爆发之后 开始连署要罢免 谢国良 到现在紧张了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基隆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传统机车业者会出来抗议 各位有去过基隆吧 基隆其实他的巷道非常的小 所以大家甚至连停车位都很难 所以为什么他才说 成绩转运站非常的重要 林佑昌那时候建设 这个成绩转运站非常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人不是大众运输 在室内一定是骑机车 那所以传统的机车业者 他有销售的问题 然后油车 因为保养跟修理都必须到 传统的机车业者那边 所以就变成说 你现在基隆市政府 为了谢国良不被罢免 跟我们这些传统机车业者 是对着的对立就对了 所以他不得不出来抗议 你跟关系到生计的问题啊 对啊 然后后来我买机车 大家都跟我说 市府有保座 我区域最感染得对 再来我保佑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油车跟电动车的保养 是不一样的喔 那不过就有人就说 那谢国良怎么好像 怎么做都不对啦 左右为难 两面不是人 茗玉姐你怎么看 不是你本来开这个支票的时候 你就要想清楚嘛 包括预算问题 规划问题是什么的 那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如果今天我要挑战 我宣布我要选台北市长2026 在此宣布 我只要我当选 我邱小玉当选 每个人移动房子 同意 同意 那我当选之后不好意思 因为我预算不够 或者是特斯拉 因为我们那个停车装不够 所以不好意思 我这个跟大家深深一鞠躬 我就道歉 我们这政策就收回 是可以这样子吗 你看当时谢国良 开这个青年电动机车的 这个车票 这个支票 他一 就说这个年龄 就是到三十五岁 后来他放宽 就放宽到四十岁 四十岁 然后就说本来要做公益 鼓励年轻人做公益 因为你不能不劳而获 后来发现这个做公益也取消 第三个 你要节能减碳 就是说为了 为了节能减碳 所以就说太久换新 我就给你补助 太久换新也不用了 变成电动机车大放送 然后大家认为说 因为你要被罢免了 所以你大放送 那你大放送的状况之下 你当时的这个青年电动机车的这个支票 你要说鼓励青年也不是 因为你把公益取消了 就你青年也不是 你年龄也放宽了 我跟你讲如果罢免再下去的话 搞不好放宽到七八十岁了 不是啊 你不能这样嘛 你要节能减碳 后来排救太久换新也没了 所以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开这个电动机车的方向 你的支票是为什么 你要缝青年还是你要缝环境 因为你都没有 对不对 那现在你又讲说 因为我预算不够 所以我就限量限件 搞到后来这个黄牛来排队 什么有排的像张学友抢票一样 什么前一天就来排 那还要这个还要这个付黄牛票 这刚刚讲说什么一个小时 一小时五百 对 你还有讲说一次是给你五千块的 不是你这怎么会造成另外一种这种 黄牛的这个情况会发生 所以你变成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对 那我就认为说 你今天谢国良你不要怪别人 你当时在开这个支票之前 你本来你所有的这个配套 你就要 就要你一心头领好听 你到底是要鼓励年轻人 还是说 还是必须要谢国良自己好好的面对 毕竟这个罢免有可能 还是会持续的发生下去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今天欢迎的是婕宇喔 对玉琳晚安 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的晚报 是不是要来聊一下 关于这个电的问题 没错 因为最近大家不是都在说 到底有没有缺电 然后我觉得经济部长好像也没问到很烦了 他就说我讲很多次了 没有缺电问题 可是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既然没有缺电 那为什么麦寮电厂要研议呢 因为本来他其实一号机 是在五月份就应该要处理喔 结果现在突然又说要跟这个台塑化 让他可以继续续约 让他继续供电 对 而且因为最近啊 时常发生了一些跳电的事故 对 其实北中南通通都有 所以呢大家一看到经济部长 就很想问他 到底缺不缺电 不过他给我们的答案是说 不缺电 没有问题 对 那这部分其实还要带大家讨论的是 灰达呢他们不是说要在台湾 对啊 那个超级电脑中心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 今天云豹可是喷上了掌停板 对而且还掌停两天喔 对啊 那这部分为什么呢 云豹能源他们也很老实跟大家说 哦因为灰达有来接洽啊 想要来跟我们买电 但是他要买的电呢 是上百亿度 对 他说这全台湾的所有的绿电 就是这个电全部卖给他 恐怕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供应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 相关的绿电呢 接下来应该是投资机会吧 很多人都这样想欸 说是不是从中就要开始看相关的个股了 对 所以其实今天的绿电相关股 也都是表现不错 对 不仅是云豹喷掌停啦 看起来大家都在开始找未来的投资标的 所以这个电力问题喔 对很多的大企业来讲 恐怕还真的是一大难题 没错 尤其是发展AI啊 半导体 其实电力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稍后晚报 就要来带我们进一步的解析 现在台湾的这个电力问题 未来真的可以全面走绿电吗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监狱咯 锁定稍后的前进大头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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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